整塊菲力牛排鋪在烤盤上 怎麼少得了充滿油花的頂級和牛 不只燒肉 副餐也不馬虎 日本人最愛的生食級雞蛋 混合神戶生牛肉 口感滑嫩又綿密 散發松露香氣的雞湯 也深受日本民眾喜愛 台灣餐飲集團全新燒肉品牌 進軍日本餐飲市場 買下大阪千日前整棟店面 就是看好這裡的龐大消費力 以及巨客效應 因為隔壁鄰居就是燒肉店 這家日本燒肉店最招牌的料理 就是我手上的這道檸檬厚切牛舌 而且每家店都是限量供應的 像是我們下單之後一度顯示完售 但是剛剛店家還是非常貼心的送上來 究竟味道如何呢 馬上來烤烤看 一片片檸檬塞入厚切牛舌中火烤 讓酸甜味道完美融合在牛舌中 而且烤過的檸檬還能直接配著肉吃 菜單更是貼滿牆壁 走的是居酒屋風格 乾杯 相較於臺灣的串燒店 大多數都是由店家幫你串好烤好 但是在日本的串烤店呢 你的桌上就有這種爐子 放了各式各樣準備好的食材 讓你用餐的時候呢 更可以享受跟朋友同樂的樂趣 無論肉串 海鮮串或是蔬菜串燒 全都幫你準備好 想要怎樣的熟度都能自己決定 特殊的用餐形式 讓歐美民眾印象深刻 根據東京研究機構預估 全球燒烤市場將從四十八億美元 二零三零年渴望衝破六十億美元 尤其大阪身為觀光重鎮 未來雙機 無可限量 三立新聞 日本大阪採訪報導 中文大阪採訪報導 冷視再見